国民党立委王宏威今天指控 乔委会驻巴西圣保罗 乔教中心的一名女性副主任 受到张姓主任的性骚扰 但是乔委会的委员长徐家清 却是要求不得伸张意图吃案 对此徐家清是强调 秉持物往物纵的原则来处理这起案子 并且否认有施压 国民党立委王宏威上午召开记者会 并放出当事人录影 指控乔委会委员长徐家清性骚吃案 乔委会驻巴西圣保罗 乔教中心欧姓女副主任 遭到张姓主任性骚扰 甚至由爱生恨 污蔑她是中国间谍等离谱情势 但徐家清受离此案时 却表示不得伸张 我以为徐家清会好好处理 所以依照她的要求 继续隐忍了三个月 没想到最后徐家清选择 成为家害人的共犯 警告我不能伸张这个案子 否则就要追究我的责任 王洪威痛去这件事 两者明确属于上下关系 最后也仅有调职 根本就没有依照性贫案件处理 徐家清则强调自己秉持 误网误众的原则处理该案 被指控者这个月底 就即将会调回来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的指控 也否认有施压一说 我没有警告她不可伸张 而是说这个案件 如果她要正式提出申诉之前 我们都必须要 以保护当事人为原则 这个案子不应该在桥界里面 各自伸张互相放话 因此我对两位当事人 都是提出同样的警告 那如果她要做恶意的解释 我也是没有办法的 徐家清进一步说明 上周王洪威来调相关资料时 乔委会又再度询问当事人 是否要立案调查 但当事人都已读不回 徐家清也表示 会虚心接受指教 但对没有发生的事情 请外界严加查明 记得黄曼西启文 台北报道